大家好 天氣要改變了 另外一波東北風開始下來 預計從明天禮拜四到禮拜五這兩天 北部會明顯的溫度會下滑 陰塵轉為有雨的天氣 週末會轉晴回溫 不過禮拜五到禮拜六要注意早晚的低溫 19號颱風天鵝即將要生成了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不過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各位有沒有看 目前這個莫拉飛颱風已經登入越南的南邊 其實它對越南影響真的是蠻大的 還好它的外圍稍微影響到我們台灣 一點點沒有特別的多 沒有帶來太多的水氣 那颱風在這個地方 這個還沒有變成颱風 但是應該就會變成第19號颱風天鵝 這個天鵝叫Gony 這個目前還沒有生成 但是很快就會生成 這是由南海所命名的 那還有一個低壓 也在這個地方正在發展 擾動 現在在整個大區域 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太平洋高壓的南側 吹著偏東風 然後這邊又有這個 西南季風 吹變成西南風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像是一個大的低壓窩一樣 一直都會有颱風生成 所以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台灣這邊其實各位注意 東北風明顯增強 所以明後兩天溫度會下滑 那我們就是看這個颱風 如果明天生成的話 萬一快的話 今天晚上到明天生成的話 它大概因為整個高壓還滿強的 會接近菲律賓 然後往越南方向前進 跟前一個路徑很像 但是後面還有一個 就剛剛我講的這個 如果這是20號颱風的話 它的變數就會比較多 現在有的預測 它是在往越菲律賓的北部 呂宋島這個地方接近 也有一些預測 它很像比較偏北 所以這樣的話 距離台灣就比較近了 那這個會帶來比較多的雨勢 不過各位可以看 這是11月7號 這是下禮拜的事情 所以變數還滿多的 請大家看看就好 那後面也都還有低壓 會逐步的在冒 所以在這個11月來說的話 這個10月來說的話 這個已經就大概有6個颱風 如果按照這樣來算的話 至少有6個颱風 真的是滿密集的 不過除了一個影響到日本之外 其他都在這個地方發展 都沒有影響到台灣 最主要是北邊的這個 太平洋高壓 還有這個大陸高壓 都還滿穩固的 所以它不大會上來 所以未來還是要注意 每個禮拜都有一個颱風 是一到兩個會生成 當然雖然沒有到台灣 但是未來還是要我們密切注意 所以等於是禮拜四 禮拜五這兩天 東北風明顯的增強 北東銀風面 這次水氣沒有特別多 但是溫度會下滑 到六日來說的話 改為吹東風 天氣是不錯 東半部有陣雨 所以各位可以看 這個就是銀風面的降雨 還是有一點點 這邊是南部颱風 外圍環流的雨勢 外圍環流的一些山區的降雨 所以禮拜四禮拜五有沒有看到 就是典型東北部的雨 但是六日有沒有看到 天氣是轉好 尤其是禮拜天天氣轉好 請大家好好把握 所以下禮拜大致上 還是東北系風行的天氣 所以溫度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禮拜五的禮拜六的清晨 可能台北市的都會會拉到20度 其實這兩天都已經24、5度了 有點熱了 一下拉到20度會覺得有點冷 這指的是台北市的溫度 如果在空曠地區 很空曠很空曠 通常跟市區會差個3度左右 所以就16、17度都有這個機會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22度其實這幾天 白天的高溫 像這幾天都到了289度 這很熱有點熱的感覺 慢慢的又會再回溫到6日 尤其是禮拜天 這個天氣是很舒服的好天氣 那這兩天要注意一下降溫 一直到禮拜六的清晨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北部很有感覺 中南部就稍微降個 1、2度左右的幅度 沒有像北部那麼的多 稍微降一點點 如果敏感的朋友在空曠地區 會感覺比較明顯一點點 但是大致上沒有降太多 沒有像北部那麼明顯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了 最近的天氣有一點小變動 但是大致上還好 我們要關心一下颱風 說真的我還蠻希望颱風有經過的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還是有一點點的變化 不確定在那邊 目前大原則是不會來 但是還是有一些一絲絲的變化 我們還是要多注意 以上是今天天氣 哪裡 dcr 优优优优优独碎 特akter 什麼 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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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损失 你也曾为殷勤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